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解放战争经典战略 大将之杀 掏走云飞 百万雄狮 蓄势待发 这是国共之间精心动魄的大火上 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洞江战 宽船齐发 启事迷惑 千里将防御全线飞溃 向全国进军的号角就此吹响 一个国家的黎明即将到来 百战经典 解放战争经典战略 亦将战役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解放战争经典战略 《滚滚长江》是无数文人默客 挥洒财寝的灵感源泉 更是历代英雄豪杰 建功立业的沙场 想当年 诸葛与上关京 周郎火烧赤壁 谈笑间 强弩 灰飞烟灭 谱写了战争史上的千古佳话 而一千八百多年后 也正是在这千里长江上 一部威武雄壮的活炬 拉开了大幕 这就是有着百万雄狮过大江 美誉的渡江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以后 胜利的天平 已经向人民解放军倾斜 东北全境 华北大部 西北一部 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 已经解放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 已经发展到四百万人 1948年12月30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亲笔起草的 1949年新年献词 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这篇雄文中 毛泽东一语惊事 1949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 将向长江以南进军 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时间 大江之上 掏走云飞 百万雄狮 豪气冲天 蓄势待发 当时呢 国民党的正卫部队 还有71个军 227个师的反号 大约是115万人 加上呢 机关 学校和地方部队 总兵力达到了204万人 听起来比较多 但是真正能够用于作战部队 只有146万人 这里面还有不少是新组建的 或者重组的部队 战斗力不行 这些部队 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阔地区 实际上啊 在战略上 他已经没有办法组织有效的防御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 兵临长江 南京城内 以剑门炮声的情势下 蒋介石被迫隐退 于1949年1月21日离开南京 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 并提出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但实际上 蒋介石依然心存侥幸 企图一坨长江以南半壁河山 重整军力 等待时机 卷土重来 蒋介石的隐退 是迫不得已 并非是真正的要交出权利 早在下野之前 他就对国民党党政军的人士进行了大变动 安排自己的嫡系亲信担任要职 在经济上 通过各种手段 将各大银行和老百姓的存款 洗劫搜拔一空 在军事上建立了海上锁链 以营造自己的最后的落脚点 台湾 离开总统的宝座之后 蒋介石以国民党的总裁身份 总览军政大权 坐镇老家的林博西口 在幕户进行指挥 积极备战 为统一指挥 蒋介石将金户警备总司令部 扩大为金户航警备总司令部 任命汤恩博为总司令 指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和江西省东部的军事行动 会同华中剿匪总司令 白崇喜部 共同负责长江防御 汤恩博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 赫赫有名 这位蒋介石的小老乡 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抗战期间 因南口血战 及台尔庄会战 被称为抗日铁汉 深受蒋介石赏识 抗战胜利以后呢 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 形成了城城胡宗南和汤伯三纳军事集团 人称是城胡汤 这是一道特殊的高汤 但是从这道汤里呢 也可以看出汤伯是位高权重 那么这一次蒋介石把他摆在 金户航警卫总司令 这个重要的位置上 应该说呢 对他是基于厚望的 蒋介石希望汤伯和白宗席啊 两个人能够联手 然后呢 凭借长江的天险 挡住我们南下的东西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江 自西向东横贯大陆中部 亘古奔腾 历来被兵家视为天窃 一千多年前 曹操率大军企图打过长江 最终落得个船坟兵损 落荒而逃 太平天国时期 一王十大开带领将士转战树省 最终被困于长江上游 全军覆没 应该说 汤伯在兵力部署上 还是下了一些功夫的 他以一部兵力啊 控制若干江新州 及江北据点 作为警戒阵地 以主力十八个军 五十四个师 掩南岸布防 那么布防的重点 在南京以东地区 并在布防的纵深之内 控制一定的机动兵力 企图凭借长江天险 依托继续的攻势 在海空军的支援之下 大量杀伤解放军 与半渡之时 或者是在贪图的阵地 如果长江江帮被突破 则分别撤往上海 即折干铁路沿线 组织新的防御 当时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啊 自我打气 叫嚣 曹操福建都度不过来 更何况共产党 除非他是天兵天将 对于共产党人而言 蒋介石的种种图谋 无异于塘壁挡车 早在1947年7月 毛泽东在部署流动大军 千里跃进大别山时 就提出过 渡江作战的战略构想 仅仅一年多后 渡江已经成为 摆在人民解放军面前的 现实任务 大家共同运筹为王 毕竟长江自顾天险 是历史上难以逾越的天险 不容倾敌 1948年年底前 中原华东两大 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成 和陈毅 已经奉命赴西柏坡 参加中央会议 研究渡江作战 自古以来 长江天险的阻隔 确实给一些英雄豪杰 完成统一大业 增加了难度 但是我们从历史长河来看 长江终究不可能 一直阻止中国的统一 毛泽东这个时候 召集中央领导 研究渡江作战 那是为了不打 无准备之仗 对于渡过长江 我们是胜倦在握 他说 我们绝不会重蹈 曹操的负责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1949年2月11日 经中央批准 由邓小平 刘伯成 陈毅 素玉 谭振林五人组成的 渡江战役总前委 在商丘张蔡园村成立 3月23日 刘伯成在商丘 起草了渡江作战之研究 敌前渡河战术指导 两本渡江教材后 又下达了 关于渡江战术 注意事项的指导性文件 对实施渡江作战 规定了十项重要的战术原则 对渡江部队提出了 具体详尽的要求 1949年3月25日 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 总部进驻香山 香山成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建筑北平后 最早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也成为党中央指挥百万雄狮 强渡长江 向江南进军的指挥部 中共中央进入北平之后 将驻地确定在香山 是有深刻的背景的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确保 中共中央机关机 中共领袖的安全 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的 不少特务当时还潜伏在此 敌情相当复杂 而且敌人的飞机 随时有来轰炸的可能 因此为了防止形势突变 和敌机轰炸 将驻地选在北平西郊的香山 这个地方距离城区比较远 便于警卫和防空 就在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之前 一批神秘的来客 已经悄悄进驻 蹦步以南凤阳县的孙家围子 就在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 小乡村里 渡江战役总前委 开始筹划人民军队历史上 第一次大规模强渡江河战役的 详细方案 3月26日 总前委召开扩大会议 在对长江地区战略态势 进行深入分析后 邓小平提出了渡江战役的总原则 邓小平提出的总原则 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就是速语搜集的大量的情报 因为毛泽东在1948年的时候 就提出过想派速语去渡江 这个战略构想 后来因为听取了速语的意见 没有执行 但是速语打仗 一向是有超前意识的 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进行情报方面的准备 他先后拍出了三批小部队 还有地方干部 一起南下 对长江的渡口水文 以及和长江相关的河湖港岔 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调查 还绘制了地图 那么第三野战军 分布在南京上海 这些城市的军事情报网 也搜集了大批的 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还有各类军事地图 这样呢 就为总前委的扩大会议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况 1949年3月31日 总前委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 依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意图 和国民党军的部署 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地理特点 制定了金护航战役实时纲要 从宏观决策上 提出了渡江战役的 作战纲领和部署 决定组成东 中 西 三个突击集团 采取宽正面 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战法 突破长江防线 4月3日 公共中央军委批准的 总前委的计划 就在同一天 为了便于指挥 二野 三野 渡江 邓小平 饶速时 陈毅 率领华东局总前委 和华东军期区杆 移至安徽肥东县的 遥港村 素玉 张震则率领三野指挥区杆 于4月4日 移至泰州的白马庙 以便统一指挥 东集团和中集团 进行渡江作战 与此同时 参加渡江作战的百万大军 开始了渡江战役的最后准备 一时间 江北的条条公路上 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 自重车 二野 三野部队 有计划地向长江沿岸挺进 成千上万的民工 也推着小车 抬着担架 浩浩荡荡 跟着大军向南前进 百万雄狮叙事待发 冲锋军号即将吹响 然而 由于北平正在举行和平谈判 渡江日期迟迟难以敲地 这里有变幻莫测的沙场旋迹 更有战略层面的智慧较量 这里与狭路相互的生死亮界 更有惊心动魄的人身浮沉 走进波澜壮阔的铁血一带 回望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传奇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解放战争经典战略 大江之上 韬走云飞 百万雄狮叙事待发 这是国共之间精心动魄的大火烧 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洞江战 环穿齐发 启示云 千里将防御全线崩溃 向全国进军的号角 就此吹响 一个国家的黎民即将到来 百战经典解放战争经典战略 渡江战役 1949年4月1日 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北平开始谈判 为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 人民解放军几次推迟渡江时间 4月15日 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 并商定4月20日签字 事实上 此时此刻 国民党部队已在宜昌市上海之间 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 部署了115个师 约70万人的兵力 形成了陆海空立体防御作战的架势 其中 汤恩伯集团75个师 约45万人 部防于江西湖口至湖北宜昌 近1000公里地段上 杜江战役发起的时间 是和国共两党在北平的谈判密切相关的 以前打仗呢 指挥员就可以定了 根据当时战场呢 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 就可以决定 什么时候打 怎么打 你只要消灭敌人就行 可是渡江战役不一样 他什么时候发起 不但要看前线的准备 气象 水文等等条件 他还要看谈判的进展 就像苏宇说的那样 总之一句话 我们要过江 如果中央同国民党谈判成功了 我们就可以轻松地过江 如果谈判不成功 我们就要军事过江 正如人们此前所预料的那样 到了双方商定好的四月二十日 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和平谈判 宣告破例 当日晚 人民解放军开始冻江作战 四月二十一日 晨曦出路 新华社播音员 以清晰洪亮的声音 将毛泽东 朱德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通过电波 传遍大江南北 人民解放军百万巡师 在千里长江 分三路渡江 中原突击集团第一梯队 在强大炮火掩护下 首先登船起路 迅速攻占了 鲫鱼州等江心州 接着突破卢港至同龄段 国民党军江防阵地 巩固了滩头阵地 随后向纵深发展攻势 至二十一日 占领同龄 樊长顺安等地 国民党军 乌湖以西地段的长江防御 被人民解放军突破之后 汤文伯 于二十一日到乌湖 亲自不足足迹 但已经是于事无捕 当晚人民解放军 东路和西路的两大突击集团 发起了强大的渡江作战 西路的突击集团 于二十一日晚 在预定地段 突破了守军的江防阵地 控制了宽大约一百余公里 纵深五到十公里的滩头阵地 于二十二日 占领彭泽东流等地 并解放了安清 在四月二十二日 东路的突击集团 第一梯队 境地南闸百丈镇一线 建立了东西五十余公里 南北十余公里的滩头阵地 而中路的突击集团 则继续发展攻势 占领南里 歼灭了国民党军 第八十八军大部 江阴要塞 处于长江下游江面最窄 水流最急的地方 东临上海 西夷南京 背靠金户铁路 素有江防门户之称 是国民党长江防线的要点 也是人民解放军 陆江作战的重点突破地段 国民党军在这里 进行了重点设防 为了瓦解江面要塞 苏玉嫂在一九四七年 就开始实施策法工作 经过监控工作 中共陛下党员唐炳灵等人 取得了要塞司令员戴荣光的信任 戴荣光 江苏涉阳人 自克树 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第六期炮兵科 日本陆军炮兵学校毕业 1948年六月 蒋介石在与戴荣光亲自面谈后 选定他出任江阴要塞 少将司令 当时苏北华宗工委的意图是多抓力量 那么按照上级的这个指示呢 我们的地下党就利用戴荣光 扩边增加兵员的机会 让他出面 把吴广文和他的黄埔军校的同学 原来兵工初的副处长 王德荣一起呢 调进了江营要塞 吴广文当参谋主任 王德荣呢 当要塞的参谋长 唐炳文本人 位置也变了一下 从守备总队长 调任炮兵总台长 吴广文 王德荣 到了江营要塞以后啊 我们党在要塞内的力量 就得到了壮大 策反的工作呢 更加细致 更加深入 他们在炮兵总台 游动炮团 司令部直处分队 还有新组建的工兵营里面 开展了团结争取策反工作 到起义前不久 江营要塞的几支部队 他的实权 实际上已经掌握在我们地下 人民解放军渡江开始后 戴荣光企图富于顽抗 但此时 他的总指挥部里 已经一个位置都没有了 这 这是干什么 我是共产党的代表 江营要塞全体官兵 宣布战场起义 无奈之下 他只能选择缴械投降 最终 国军成功争取了 国民党军江营要塞守军 七千余人起义 控制了江营炮台 封锁了江密 国民党军在江营的防御 其实是上了双保险的 除了江营炮台之外 江上还有他们的第二舰队 统帅第二舰队的 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 侄孙林尊 二战升迷之后 率领中国海军 收复南海驻岛的 就是这个林尊 淮海战役之后 蒋介石就把这支舰队 派到了长江 当作水上活动堡垒 想阻止解放军过江 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 在四月二三日 第二舰队的九苏战舰 和两个机动炮艇队 进行了战场起义 弃爱脱离 在这个影响中国命运的战役中 中共地下工作者 除了策反国民党军之外 还冒着生命危险 获取国民党精心制定的 长江防御军事计划 为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 做出了巨大贡献 许熙转就是获取 长江防御计划的 主要地下工作者之一 许熙转是辛亥革命元老 许崇浩长子 出生于南京 孙中山领导革命党 进行桃园二次革命时 许崇浩任江左 桃园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 二次革命失败后 许崇浩逃亡上海 尚未满月的许熙转 由母亲带着随同前往 少年时期 许熙转被送往上海读书 先后就读于 圣约翰大学附中和交通大学 作为一个乐学青年 许熙转呢 看到国民政府这么腐败 他就下决心 跟共产党干革命 1935年 一二九运动前夕 他在上海交通大学 加入了我们党领导的 外围子制 叫做民族武装支援会 参与了大量的 抗认了宣传的资助工作 1936年 他从上海交达毕业呢 就到南昌航空机械学校 去深造 深造完了以后 留校当教官 抗战爆发以后呢 许熙转就随着 国民政府空军 撤退到了四川的成都 后来就在成都 秘密地入党 打那以后 他就以国民党空军军官的 公开身份 来进行地下的革命活动 1948年底 许熙转化名朱金城 接受了党组织布置的 迎接解放的任务 此时 他的对外身份 是国民党南京国防部 第六厅科长 而第六厅 则是掌握军事技术研究 与发展的机要部门 在南京 许熙转加着吉普车 实地观察军工厂设施 向党组织提供了国民党 在南京上海的军工厂 空军仓库 及高级科技人员构成等 重要情报 1949年3月28日上 国民党南京国防部 召集紧急会议 部署长江防御的最新任务 在这次紧急会议上 保密局提出了下令措施 一是在长江下游沉没大屏幕船 并投放石块 阻塞水道 二是必要时 在长江各渡口附近 倾倒汽油 燃烧用于封锁江面 三是在长江南岸各渡口附近 村庄的水井 大量放入 集中 前两项由部队实施 第三项由保密局直接实施 然而 保密局怎么也想不到 这些计划很快就摆在了 中共中央的面前 第二天清晨 徐锡钻借过乘飞机抵达广州 迅速将会议情报 传递给中共党组织 4月21日 渡江战役正式打响 仍身在广州的许锡钻 内心充满了激动 他仿佛听到了 遥远的长江江面上 传来的笼笼炮声 大江之上 掏走云飞 百万雄狮 蓄势待发 这是国共之间 惊心动魄的大火上 更是中国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渡江战 环传齐发 启事如火 千里江坊 全线崩溃 向全国进军的号角 就此吹香 一个国家的黎明 即将到来 百战经典 解放战争经典战力 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 举世瞩目 战役期间发生的一场冲突 也牵动着世界的目光 4月20日 停泊在镇江附近江面的 英国皇家海军 远东舰队的四艘军舰逆江而上 不顾三野部队的名炮警告 闯进我房区江面 双方展开激烈炮战 一百多年前 英国凭借尖船力炮 轰开了古老中国紧闭的大门 当年 正是在驳于南京下关长江江面的 英军旗舰康华力号上 清政府被迫与英国 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 丧权辱国的条约 南京条约 一百多年后 英国企图重温炮舰政策的旧梦 然而 此时他所面对的 已经不再是腐败的清朝政府 而是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的 人民解放军 国军炮兵奋力环境 英防护航驱逐舰紫石英号和半旅号重弹辐射 紫石英号被迫挂起白旗 停泊江面 半旅号则向长江下游 狼狈逃窜 另外两艘英国军舰 一艘是伦敦号巡洋舰和黑天安号护航驱逐舰 在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副总司令官 梅东中将的率领之下 闯进了江英以西的口岸江面 阻碍三野炮兵向南岸射击 这个时候啊 我军榴弹炮团团长寝室 可否开炮 把英国的军舰去赶走 第二三军军长陶勇说 打英舰是涉外事件 战不开炮 立即寝室 速与司令 但是此时呢 英国军舰悍然向江岸的三野部队阵地开炮 打死打伤三野部队的战员四十多人 比2002团的团长邓若波当场牺牲 逃影当时义愤填膺 立即下令向英舰猛烈还击 他说中国人民被欺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帝国主义者还想称王称霸 那是白做打 给我恨恨地打 在连续两天的炮战中 英舰打死打伤三野部队指战员二百五十二人 三野炮兵系上英舰的此时英航 其余三艘舰挂起白旗逃窜 速与立即把这一突发涉外事件的经过 报告中央军委请示处理办法 电报中他报告 我已令部队如悬挂外国旗号之舰 向我射击已阻我渡江时应有还击 并建议新华社广播 警告外籍舰船在此战时停止行驶 托否请示 中央军委当即复电 只是说凡是散自进入战区 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 均可轰击 4月22号和30号 新华社广播相继播发了 毛泽东亲笔撰写的数评新闻 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 国民党军舰联合进攻 还有一份声明 在这两篇文稿里面 毛泽东庄严宣告 中国的领土主权 中国人民必须保卫 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 美国 法国 在长江 黄浦江 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 军运飞机 陆战队 等向武装力量 迅速地撤离中国的 领水 领海 领土 领空 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 打内战 那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 三野马上派出谈判代表 同英国代表进行了 有理有力有劫的斗争 打了一次胜利的外交战 近于江防以权限被突破 在沿江一线有被人民解放军 分割维艰的威胁 国民党部队于22日下午 仓促部署总退去 而人民解放军除组织第二梯队军 继续渡江外 主力向国民党军防御纵深 发展攻势 1949年4月23日晚 第三十五军近战国民党政府 所在地南京 第二天清晨 解放军先前部队直奔南京总统府 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总统府的门楼 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 蒋介石集团22年的反动统治 已轰然打塔 成功渡江后 总前尾依据沿江国民党军全线难撤的情况 迅速调整进攻部署 以第十兵团第二十九军东进占领苏州 并向上海方向请接外 主力在肃域统一指挥下 完成战役合围 戒面由南京 镇江 吴湖地区南逃的国民党军 同时 第七兵团开始准备夺去杭州 此时正值江南梅雨季节 但各路部队接到命令后 仍不过阴雨连绵 道路泥泞等困难 不带重火器和自重到达 并向指定地区推进 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的多漏追击之下 不敢再演民航功诺难逃 改由宜西以西的山区直下 廊西广德 企图由此突出重回 直去杭州 4月27日 解放军第十兵团第二十九军进占苏州 5月3日 第七兵团占领了杭州 5月4日至7日第二野战军相续占领 折干铁路沿线的贵西金华等地 那么在此期间呢 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 占领了孝干黄皮 逼近武汉 然而国民党军并未完全放弃 位于武汉的白崇喜集团 处以一部兵力 持至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渡江外 主力准备南撤湘厄边 湘中 湘厄西地区 组织新的防线 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和西进 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前委 依据战局的发展 决定以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主力 向浙江东部和南部进军 解放浙江省 第八兵团一部兵力 继续担任南京镇江地区警备 第九第十兵团 并指挥第八兵团一部攻取上海 第四野战军于5月14日南渡长江 如雷霆之势进军江南 16日17日 武汉三镇相继解放 郎广违建战以后呢 汤部集团一部分逃到了福建 他的主力八个军二十五个师 还有二十多万人 退出上海 那么为了完整地接收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 要避免上海市区遭到战火的破坏 三叶就决定部队呢 分别从浦东和浦西 实施潜行突击 一直就插到吴松 先截断敌人的海上退路 破地头衔 5月27号 解放军完全地攻占了上海 十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 后来在回忆录中写下 如果说 国军百万雄师过大江 适时转入战略追击 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南北朝的企图 那么松户战役则为这场金户航大会战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49年6月2日 第三野战军一步解放重明大会 至此 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是继静灭吴 随灭臣 送灭南唐之后 中国战争史上 第四次大规模的渡江组战 也是人民解放军 第一次在全局上 以优势兵力 对国民党军进行的大规模进攻战役 在42天的时间里 人民解放军 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 核为并歼灭了国民党军 11个军 46个市 共43万余人 解放了南京 上海 武汉等大城市 为而后解放华东全境 和向华南 西南地区进军 创造了重要条件 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 战略追击阶段 人民解放军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役 包括强斗江河 野战追尖和城市攻坚 等多种作战形式 战场范围之广 参战兵力之多 阶段展唤之快 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人民解放军在以木帆船 为主要渡江工具的条件之下 一举突破国民党军 陆海空军组织的长江防线 可以说是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辽省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以及渡江战役 共击溃国民党近两百万部队 四次战役过后 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战场上一溃千里 百万雄师的渡江战役 更是加速了国民党 在中国大陆统治结束的步伐 彻底粉碎 蒋介石依托长江天险 而执掌半壁山河的梦想 大江东去浪涛腾域成千古 古城南京 也因为历史上的这次战役 而改变了自己作为一座城池的命运 1949年4月23日 毛泽东读到人民日报号外的头版头条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 异常兴奋 在给邓小平刘伯成写完贺典后 他诗信大发 辉豪泼墨 写就一首广为人质的欺误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中山风雨 气仓皇 百万雄师日 过大江 虎聚龙盘 今盛喜 天凡地富 凯而康 已将圣勇追穷后 不可孤明学霸王 天若有情 天亦老 人间正道 是沧桑 如今沧桑的岁月已悄然远去 长江中的礁石仍在默默守望 所不同的是 他们在奔腾不息的波涛中 终于聆听到中华民族 铿腔前行的脚步声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战经典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幅壮丽无比的历史画卷 一幅大气磅礴的英雄史诗 一座飞然挺立的精神奉本 回望漫漫征途中 远去的战予和硝烟 传承百折不老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百战经典 纪念红军长征剩余八十周 二回节目 铁流两万五千里